大家好 欢迎收看时代电影大世界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周深出道七周年快乐 敬业善良又重粉 举止行为让人叹为观止 2021年7月25日是周深出道七周年的日子 再次祝周深出道七周年快乐 洒花 预祝我们的小生总早日走向世界 当天他在微博发布了一段VCR 他说很开心自己能够成为歌手 特别开心能够被你们听到 特别开心听到你们告诉我 喜欢听我唱歌 出道七年我还觉得自己是一个新人 这样子就能够给你们新鲜感 有一天在回家的路上 他看到一片特别美丽的晚霞 突然有了灵感 写了一段副歌送给粉丝 为什么会有这个灵感呢 因为他觉得自己很幸运 能够成为歌手 让自己的歌声能够像春风一样 像夏夜一样陪在生米身边 是生米让他觉得自己唱歌很有力量 也让他觉得唱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他说 无论你们在微博 在节目上 在路上 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听到他的声音 这也是我陪伴你们的一种方式 谢谢你们 让7月25日这一天变得有意义 周深对粉丝的爱 周深一直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回复粉丝对他的喜爱 他不善表达爱 也不喜欢把爱挂在嘴边 他说过 我是一个觉得说爱很鸡皮 很油腻 很不自在的人 但是 我是爱你们的 他会觉得说爱很尴尬 所以他用了最实在的方式 让粉丝实实在在的感受他的温暖 回复粉丝前50名 关于回复粉丝前50名 已经是很久远的由来了 当他还在网上唱歌的时候 就特别喜欢和别人互动 谁给他留言 他都会回复 但是后来给他留言的人越来越多了 他就回得有点累 打字速度要快 打得太频繁 手受不了 感觉都要进医院了 所以他就想要不然就抢沙发吧 回复前50名 也算是跟他们的一个互动 后来这种习惯就一直延续下来 从16年开始到2021年 已经坚持了6年时间了 而且他回复粉丝的评论真的很有趣 什么花式表白都能被他反弹回去 简直出口成梗 和粉丝网梗互对就是他的微博评论区日常 虽然乍看之下 他总是在对粉丝 其实这是他独特的重粉方式 其中还有一段插曲 所以改变了规则 回复50条有趣的评论 但我觉得这就更加占用他的休息时间了 他曾经采访说过 看粉丝的1万条评论 大概要花一个小时 他现在每条微博的评论数有几十万 再从中挑出有趣的来回复 那不得花更多时间 而且他本身已经很忙很忙了 所以有时候他回复晚了 真的不打紧 周深的获奖感言 谢谢我的生米们 对于周深上台领奖这件事情 我记得最深刻就是他的两句话 一 大家好 我叫周深 二 谢谢我的生米们 正因为他说的太多了 所以就记住了 他在不同的场合 大小的颁奖典礼都不会忘记对生米的感谢 在青春环游记2的游戏环节当中 梧桐问他最想对粉丝说什么 他脱口而出 谢谢你们 然后周深就输了 很多人评论说周深对粉丝的感谢已经刻在骨子里了 所以才没反应过来 脱口而出 在我看来 像他这么聪明的人 怎么会没反应过来呢 只是在生米面前 输赢根本不重要 他心里的天平一直偏向生米 在2021年1月23日晚举办的TMEA音乐盛典上 深深斩获年度最佳内地男歌手奖杯 在获奖感言中 他说 谢谢生米和所有听过我唱歌的人 我希望能够成为你们的骄傲 我一定会继续加油的 谢谢你们 我想说你一直都是我们的骄傲 你曾经说的要让生米有底气都已经做到了 90度是周深最美的弧线 每次在演唱会结束后 他都会对着粉丝90度鞠躬 这是他感谢生米的方式 鞠躬意思是弯身行礼 是表示对他人敬重的一种郑重礼节 90度鞠躬 是周深表达感谢与尊敬的一种方式 无论对着镜头 对着前辈 对着工作人员 还是对着自己的粉丝 他都表现得很谦卑 把自己放在一个很低的位置去对待每个人 一年又一年的生日直播 周深说 我对过生日没有感觉 但好像我生日的时候你们很开心 如果能把我的生日变成一个让大家开心的日子 那也不错 我不会办生日会 但是每年都尽量跟大家直播 毕竟这也是我最开始跟大家认识的方式 从17年开始 每年他的生日 他都会抽出时间开直播 给粉丝唱歌 他一直唱一直唱 好像有无穷的力量 不知疲惫 20年是周深事业腾飞的一年 这一年他太忙了 但是20年的生日直播如期而至 从7点29分开始唱到10点20分 差不多三个小时 说是最后一首了 但是最后一首后 还有最后一首 与往年欢托的小精灵感觉不一样 他今年多了几分成熟和稳重 还在镜头前红了眼 我们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 但他这一年肯定也有很多不容易 而关于这次的直播 背后还有一件很感动的事情 或许对于周深来说 9月29日这天 答谢粉丝的意义比他过生日的意义大得多 所以无论多大的阻力 他都会很努力去克服 让这个答谢会如期而至 他总是用自己的行动做着感动生迷的事 周深对粉丝的承诺 周深其实很憧憬简单的生活 他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人 所以他只有一个愿望 就是能够站在台上唱歌的时候 有人愿意听 刚出道的时候 认识他的人非常少 所以参加活动的时候 只有六七个人去帮他打气加油 那时候他心里是特别特别对不起他们的 他觉得他们喊出周深这个名字的时候 别人会说 这是谁 至于吗 你喊出来的人我们都不认识 你还喊这么大声 他不愿意让喜欢他的生米们没有底气 他说 他们给了我底气 我也希望能给他们底气 希望有一天我能够真的红 他们说我们喜欢的歌手叫周深 别人说 啊 周深唱歌很好听 他们给我温暖 我也喜欢自己能给他们温暖 让他们觉得喜欢周深这个歌手是值得骄傲的 他们给我力量 我也希望你们能够从我的声音里得到力量 希望自己变得更强大去保护你们 他说 应援都是我在某个地方 他们选一个比较近的城市 飞过去或者坐动车过去支持我 他不想让他的粉丝太累 所以他一直在努力去他的粉丝所在的地方开演唱会 为了实现跟粉丝的承诺 他一直都在努力 周深对粉丝的期待 生米对周深的感情很认真 周深对生米的感情也很认真 他不需要生米去回报他 只需要记得他 他对生米的期待很简单 等你们有一天累了 你们可以走 等你们再回想起来 你们喜欢过一个人叫周深 你们可以再回来 我会一直努力留在舞台上唱歌 等你们回来 最后只想对周深说一句 你一直唱 我一直听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 敬请关注哦